大家好,欢迎观看海外淘宝1加1这期节目 我在想跟大家分享我刚刚淘导的一个日本景泰兰 通常呢,我是不是非常多收景泰兰 更不是很多收日本景泰兰 但这一套呢,我觉得我不得不收 因为它确实非常漂亮,而且充满着这个老气 大家看一下 这一套呢,是带了一个大的盒子,一个中盒子 然后一个小碟,然后和一个大碟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套东西 这套东西呢,是在一个白人的老太太家收的 那么这个女的呢,其实是蛮有故事的 她的家人曾经长时间在中国 和这个,她其实是家里是在中国卖这个福特汽车的 1935年 在这个民国时期 所以呢,她有很多这个老物件 其中这一件呢,她就非常喜欢这个景泰兰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景泰兰呢 日本景泰兰,日本的东西做的普遍呢 比我们中国的东西要更加细致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和优势 它做东西非常讲究 很惊喜 大家可以看 我已经靠得这么近了 但是很多细节啊 大家可能还是看不清楚 是吧 这是非常多的细节 整个这个作品 那这个也叫掐丝同胎画法郎 掐丝的意思呢 就是上面的这些铁丝啊 都是用一个一个用这个夹子掐起来的 那么这个,然后在里面涂色 每一个色彩不同呢 涂,涂质完了以后还要多次的 是一种烧制才行 那么这个呢 大家看到很多的地方是有氧化 所以这也是它这个年代的一个象征 这个应该有100年左右 那另外一个事情能看出这个器物的一个档次呢 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这个 绘制的这个程度啊 你看这个盒子 这个盒子在底上 一般的景台栏底下是没有这个文饰的 那么这个盒子呢 四周都是文饰 是吧 怎么样 这个盒子 OK 所以这就是日本景台栏 其实很多人还是蛮喜欢日本景台栏的 因为它的这个工艺啊 确实很细 而且这个大家这样看上去 确实是一件 不错的这个 收藏笔 放在家里呢 都很漂亮 而且可以这个装一些 手势啦 一些东西物件 可能很多年都不会损害 而且这个呢 这个老太太特别跟我聊的特别好 这个里面也产生了很多的故事 其实我去她家讨 她对我特别好 还给我 请我喝咖啡 但让我拒绝了 而且她这个卖给我这套东西 并不是很贵 所以后面呢 她又把我从 重新邀请到她那儿 买了更多的好东西 之后我可以慢慢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节目 请大家关注 我们以后的节目 我们下期见